今天和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的第三章 第一至到第十二节 今天和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叫做有主风道的神子文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不少的人物 他们都曾经是借着认罪悔改 这些人物我们可以经历过的 比如在《猎王纪》上面我们知道有这个《莱曼》 或者在秘魯时期有一位很有名的君王叫做尼布甲尼撒王 今天的教会也都非常强调在全道的过程当中看宠人的悔改 既然悔改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在今天将会看的这段圣经里面 正好就谈论到一个这样的现象 就是施洗若汉要宣告他悔改的浸礼信息 在当中也都不乏有不少的人去参与 既然已经有悔改的信息 人也都已经悔改然后去参与这些浸礼 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復活呢 人都悔改了 那就好了 这个正正就是今天我们想透过《马太福音》的第三章1-12节 去一起思想一下究竟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子民 我们怎样才能够作成一个称职的神的子民呢 并且可以透过不同的侍奉人物 比如今天我们所看的施洗若汉 让我们看看真正一个属灵人属神的子民 在侍奉神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怎样的生命表彰 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的主旨 不如我们再次去打开《圣经》《马太福音》 第3章1-12节 让我们一起去读一下这段经文 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去明白到上帝 他怎样去模造一个能够或者呼造一个 能够去真是全心全意的称职的神的暴人 让我们一起打开《和合本》的《圣经》 中文版本我们会一起和心读一次 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 第3章1-12节 那时有施洗的若汉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 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哭着雪 预备主的道收直他的路 这若汉身穿落堂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并若但何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若汉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若但何里受他的洗 若汉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杀都该人也来受洗 就对他们说 毒蛇的种类 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情 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阿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 吸阿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虎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 凌在火里 我是用水吸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时给他提鞋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烧鸡或波鸡 要阳静他的墙 把墨子收在仓里 把康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在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总共可以透过三个部分 一起去思想 真是有神生命的人 他如何在他的生命侍奉的过程当中 流露出有主的风道 第一件事 我们会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 我们看看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就是信应神 Follow God 当有一些事情 尤其是透过人的思想逻辑 来看非常合情合理的做法 或者一种处理手段的时候 但是同时间 上帝又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示 叫我们去做 而要我们做的时候 上帝的方法 或者指示 是可以说得 和我们人的逻辑思维 是有所违背 有所冲突 我们作为神的指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不应该去 顺应神的意思而行动呢 还是我们应该选择 顺应我们人自己应有 也都觉得合情合理的做法呢 来到这段圣经里面 在第三章的第一节 我们知道当耶稣 还没出来传道的时候 原来上帝同时间 重叠了一位的人物 叫做施洗若汉 原来他已经在这个时候 开始了他的事奉 预备一些东西是主耶稣将要来到的前周 但是当我们去看看施洗若汉 他去侍奉的时候 上帝委托他的侍奉 有什么特色呢 第一点 我们从这里看到的 施洗若汉被委托的侍奉场地 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大城市 简单来说 是一个真是叫人很不方便 很格涉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是在犹太的旷野 上帝呼召一个人 叫做施洗若汉 施洗若汉去全道 却不是去很多人的大城市 不去市中心 或者简单来说 他没有走进去耶路撒冷的 下跌地区域 来到全道 相反 他是被安排了 去一个充满缺乏 艰难的抗野郊外的地方 可以简单来说 如果要传港讯息 或者传递信息 并不太有功效的一个场所 再加上我们去看施洗若汉 在这个旷野 去全港讯息的时候 去全港讯息的内容 简单就很简单了 但是是什么呢 他说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简单来说 这个并不是一个主流 甚至可以这么说 不是那么受欢迎的讯息 我简单一点 还可以直接说到的 就是这个讯息 是一个不讨人喜悦的讯息 如果这样说 从人的角度来看 要去做一个全教的工作 这个安排 这个讯息 可以说是多余 又是用广东话来说 谁这么有限 那么神神 到这个旷野的内容 去听你说这个讯息 听不听到 都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还要去到 有生命的正面回应 肯认罪悔改 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奉无伦角 邓太兄姊妹 在我们未有这个最终的答案或者定段之前 我们再重新去看看 在这段圣经里面 当约翰传讲这个讯息的时候 这个讯息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去看看 他说天国近了 换句话来说 这个已经是一个急不容缓的时间 在时间上已经是一个很紧逼的时候 你要尽快作出一个清楚明识的回应 而第二说的是要悔改 悔改在这里 如果我们按在希腊文原本的句式 原来一开始就说悔改天国已经近了 一开始用了一个命令语去强调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劝道 而且在原文圣经里面还在开手 不只是说悔改这个字眼 加上一句就是和合本的圣经没有译的 英文圣经也没有译的这个字眼就是说 若干如此这样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要这样去记载下来呢 而他记载之后又马上去缓引一段的圣经或者旧约的圣经 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作者马太其实是要强调 告诉我们这一件事其实不是他自己突然间忽发其想 不是施贼若干突然间去到要去做一些事情 而是在上帝老早的时间在旧约 已经有这样的安排 我们在前文解释很多有关于旧约的引用的时候 特别在马太福音 其实是马太故意地去引用圣经 去想作为一个作者 回顾耶稣基督的工作 以及比对他在学习旧约的圣经的时候 原来我们发现现有这样的共通连贯性在他里面 所以上次我们说到其实在每一次这些旧约的引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前头加上一句 哦原来是这样的 马太再一次在这里说 哦我想到了我通了 原来是这样的 那是指什么 那是指什么呢 那我们就在这里细心去看看 就是他引用的这一节的圣经 这一节圣经说什么呢 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哭着说 预备主的道收直他的路 这一节圣经是引至于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的第三节 而这一句说话也都为你和我揭开 这个真正的马太在他心目中 这一节圣经 如何跟耶稣基督和施洗若汉的事奉拉上关系 原来当我们仔细去看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谈论到一个人物在旷野在呼喊 去全港讯息 其实连贯于其他类似的福音书都有这样的记载 譬如马可福音一章第三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 但如果当我们再仔细去探究在旧约整体的启示里面的时候 我们原来发觉这句说话其实是连拼于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里面的陈述 是什么陈述呢 告诉我们原来有一位是由上帝所选招的先知 会在一个旷野的里面去传道 而他所传的这个信息 其实所处于的环境是非常之缺乏 或者可以这么说是在一个荒无艰难的地方里面 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 是有人会相信认罪悔改的 其实我们之后我们再看从第四节往后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这样的现象 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从这三节经文里面就学会一样 什么呢 原来在传道的事情上面 当有一些事情让我们看下去 好像很背逆人性 很背逆一般人的惯常思考 或者策划 传信息当然是找多些人的地方去传 比如你安装一个 广播器 你也是安装在一个人来人往多的地方 有时如果你去过一些国家 他经常播放一些信息的时候 你发现他专门在那些人多的地方 就安装一些大喇叭 在那里播放一些信息 希望像洗脑那样不断去洗你的脑 把你的信息潜移密化在你的脑海里面 当传道的事情上面 我们发现有多少人会去听 有没有人会有积极的回应 其实决定传道的方式 都是上帝所计划出来的 而不是说每次都由人自己的想法 而去医就人的惯性 而去作出的一个安排 马太在这里发现到 原来当在一个旷野里面的传道 看起来非常不理想 看起来毫无功效 看起来有谁会来作出一个正面的回应 真是悔改 但很诧异的事情就是 但是竟然施洗约翰这样的传道 有人去相信 之后我们会看 但是其实这个 在旧约里面已经有 一个这样的安排了 所以特樱姐妹 重点就是 传主的道理 首要的因素 不是说有多少钱 不是有哪个有口才的人 而是上帝他的安排 我们有没有照足去做 结果是由上帝去承担 结果也是由上帝所造成的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 只要施洗约翰 他愿意跟从上帝的做法 按照上帝有的安排 他只要顺着上帝的想法 持守同一样的态度 当这样去全港的时候 就有人相信了 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 我们真的有很多时候需要反思 特别当我们看上去 似乎做法是合情合理 按人的意愿做其实都不错 比上帝做法 可能我们看上去更可靠一些 这个情况是很多时候出现的 我们发觉在这个世界里面 按照我们自己的做法去做事 可能看上帝的做法 可能我们觉得更有效 于是乎很自然而 我们就会选择用人的方法去做事 但在这段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愿意跟从上主 只要我们愿意 能够按照上帝的安排 即是我们看上去是一个非常不妥当 非常恶劣的环境 甚至我估计如果按照神的方法 根本没有人会去听的情况之下 结果是怎样的 出乎意料之外 最后第二件事 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要学会的就是什么呢 传道的时候我们经常以为 我们向人多那些地方传道就有效了 所以有些人就说 所以教会要人多 要做到场面伟大 场面要空洞 所以以前我们发现很多的传道 报道会都要搞大型的报道会 聚集大批的信徒 造成一种很有渲染性的一种情况 让一个场景能够感动一些人 不信主的人受到周到的人去 有一种 简单来说 有一种压力 无形压力 去吹逼他们作出一个 按照基督徒想他们做的一个回应 其实这种情况 其实是 并不是一定是可靠的 我们发现到 其实有不少这些在昔日的 所谓的传道报道会 就算你搞得多大都好 有多少人出来 举手示意 要去认罪悔改都好 其实结局的真真正正 是真是生命有改变的人 其实是寥寥可数的 我不想在这里引用某一些 大人报道会的机构的资料 为什么呢 免得让他们说 我拿他们出来说 不过我们可以有眼看 在这些报道会里面的人 很多时候往往只是被气氛所吹逼 而不是一个真正熟人生命的反思 而进行的生命改变 这一点是我们很值得去思想的 另外一件事 报道成败与否 在圣经其实老祖已经把那个结果说了出来 在我们的特别马太福音里面 如果大家还记得有一个例子 或者比喻 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第3节开始记载 就是有关一个王 他要摆设严直的时候 他曾经广邀很多人去到他的当中 在这个比喻里面详细我不再说了 不过大家可以在灵修的时候去看 在马太福音 Matthew 22.3 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 最后来的时候 耶稣说到这个比喻 第14节 第14节就有一个这样的总结 因为被召的人多 损伤的人少 请姐妹 其实在上帝的救恩计划里面 老祖已经把这个 得拯救的结果 告诉你和我 不过很可惜的就是 今次很多人要去做全道工作的时候 他不甘心在上帝这个 这样的议定的结果里面 他要怎么样 为上主做得更进一步 他认为上帝或者你的意思 做得不够透切 我不如等我来帮帮你 我做得大一点 做得宏伟一点 做多些人来回教会 那就等同于报道成功了 但是在圣经里面 甚至在实质今天的教会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这个现象 就算教会有多少人都好 多好少好 在这个这样的教会群体里面 其实真真正正信主的人 其实不是多的 很多在里面惨集其中的人 他们反而在当中 没有信主 都活得好像有一个信主的生活状态 但是这种的人 他们的生命 其实和他们的外面 所做的事 其实不相接 换句话来说 我很喜欢用这个形容 去形容这种信教会的教徒 他们叫做熟灵分裂 他在熟灵的生命上面 其实是不得救的 但是他要表面上 造成一个很得救的行为 这个接下来我们会马上在下面看见的 《施德约翰》第二点 我们现在正面思想 就是想看这一点 不过从这里我们就看见 其实圣经里面 其实真正得救的人不是多 所以等于前面 信英神的做法 有时候真的结果不是你和我喜欢看见的 因为那个现象的结果 上帝也已经预计在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施西约翰》有没有 就说上帝不如让我回到耶路撒冷全岛 在那里帮多些人信主 上帝你的圣殿就不会 香火不够顶盛 我可以帮你解决上帝你的问题 今天很多信徒就是这样 很多教会的牧者都是这样想的 教会的领袖认为 上帝你那一套不行就不如让我 用我们那一套来吧 结局怎样呢 造成了一个更大的麻烦局面 就是教会里面 占占占占占占占为主数 主要的大多数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而是一些 似是信而非信的教徒存在其中 天主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 信英神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 因为这个功课看上去有时候真的结果 完全不是你跟我所愿意见到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仍然秉持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一步一步走在上帝的指导教导当中 这是第一点作为神的子民应有主的风度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从第四节至第六节里面去看见 作为神的子民应该有一份实而不华的一种属灵生命 从第四节到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们试试另一个主题是真实但并不明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们试试这段圣经里面说什么 从第四节至第六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作者的马太 对于这位被委派在犹太旷野传道的约翰 她的外表形容是怎样 当她面对她这个传道的环境 她的表现外表是怎样呢 包括什么呢 在第四节里面说到原来她穿这个骆驼毛的衣服 并且腰束皮带 吃的就是吃的就是蝗虫野蜜 一看她的外表表征 可以说得好像一个深山野人 或者用简单一点 一个很贫穷的人的表现 看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就让我想到我试过去欧洲 或者是在北美洲的时候 也好去旅行的时候 在不同的时间 我都会去一些教堂 或者教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我相信当大家去这些国家地区 去旅行的时候 都不难发现 原来在这些教堂或者教会 他们的布置和装修都非常之华丽 但是真正诚心敬拜的人 又是有多少呢? 其实是寥寥可数的 我曾经记得我在欧洲 法国巴黎的时候 是在幕会 有些时间我就很忙 忙就不是说 其他一刻就去睡觉 我反而是怎么样 我就选择了去一些教堂 在教堂里面就参加一下他们的聚会 而在这里面也给我一个机会 可以和上主能够有一个讨告交通 和一个我用英文说的 unpack myself 让我自己有些事情 如果是很困扰的 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和上主说 去把它解开 那我就会发现到 哇 入到这些教堂 很漂亮 就是金碧辉煌 我曾经去过一次 去过一间教会 如果大家 都应该是很熟悉的 叫做Church Cathedral of Notre Dame 就是法国巴黎的聖务院 那我就走进去 哇 很多人 原本我想打退堂股 但反正都出到去 车费也不便宜 既然可以去到去 那去到的时候 那我就排队 排队进去 排队分两个队 一队就去参观 另一队就去聚会 或者祈祷 或者有一些宗教活动 那我就发觉 咦 原来我排队的队 是参观的队很长 绕着这个聖务院的前面 可以打蛇饼 打几个蛇饼 那么长 但是当我去到 走走走 原来我排队进去祈祷 那一队就没什么人排队 那我进去 祈祷的人 挖开那个区域 也挺大的 那个空间 但是没有什么人 小猫三几只 那时候不是 没有人去的地方 很多人 在外围整个教堂 就包住人 但是就是祈祷 崇拜 那个地方就没有人 那我就走进去 在那里祈祷 我就有个不其然的想法 教会真是多人 是不是 从这段圣经就给我们看到 很多时候 今天的信徒 或者教会 去参加的人 其实只是 慕名而去的旅客 而不是真正诚心 信主的信徒 这种态度 这种思维 也搞而搞之 影响了信徒 影响了教会 很多信徒 在今天他的思想 就是说 所以教会要成功报道 我们教会 就要做到一个 很威衰的局面 越威衰 就代表我们越成功 但是大兄姐妹 在圣经的里面 神是不是要求信徒 要有这种心态 去参与侍奉呢 如果当我们去指数看的时候 圣经其实很清楚 告诉我们一个相反的结果 圣经从来没有要求 神的子民 去以一种贪慕虚荣的形式 去吸引人回到教会里面 也没有叫神的伯仁 要在众人的面前 装作可怜的表现 去骗取其他人的来参与 在圣经里面 却是很清楚地去介绍 给我们知道 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是需要深口一致 信行要合一 因此 信徒能够感验人去相信主 或者信徒能够带领人相信主 其实是要靠着表里合一的熟灵实质的生命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这个部分 和大家一起思想 我们要实而不华的熟灵生命 real but not fleshly 我们的熟灵生命一定需要有一个实实在在 能够反映到我们的熟灵生命的行为 相互配合 来带领人相信主 施洗约翰的表现 就充分反映出给我们知道 他能够甘心在上帝为他的安排 作为一个先知的位分 他应该是怎样去做的 相互放在这个抗野里面 他就不会穿着华丽的衣服 在这样的情况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出现 所以他就配合在这个抗野里面 穿着的是根本承传先知 在传统里面他们的衣着 所以当我们看到 施洗约翰甘心在上帝为他的委托的工作上 他有表面的装束也能够配合 他所吃的东西也是按照圣经的规矩 特别是利未记里面谈论到一些结淨的食物 他就按照这个规矩去吃 吃的是蝗虫野物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让我们看到 其实施洗约翰所承习的 就像旧约里面的先知 比如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以利亚他的意识 也是这样的表现 可以参考在列王几下的第一章八节 或者马拉基书的第四章五节 如果您喜欢 您可以查看 您可以查看 2 Kings 1-8 马拉基 4-5 所以您可以查看 John the Baptist 他的衣服和食物 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我们属灵生命是要反映出一个真正的状况 上帝摆在我们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的表现也能够配合 而不是故意装作一些与人不同的意识 还有另一点 当施洗约翰 他以这种外表去出现的时候 纳克就和当时处身在耶路撒冷城 穿着着华丽衣服和过着富裕生活的宗教领袖 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这种情况其实就比我们更加清楚到 其实上帝所委派的神的仆人 他其实不是故弄完去 而是他是真真正正的 上帝安排在他里面 反映出他那份属灵的生命 就好像今天 很多人向往在这个漂亮宏伟的教堂当中 当作教会的牧者和圣品人一样 比对到一些牧者 其实他们只是在一些很简单 或者甚至他们的教会的装设 是需要朝行晚策的状态的情况之下 去牧养教会的牧者 两者形成了很大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让我想到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是一位近代的神学家 和我们浸讯会也很有渊源的 就是一位叫做D.A. Carson的牧者 D.A. Carson的牧者 其实他本身也属于浸讯会 他原本他自己的专长是做化学家 他毕业于在Montreor的Makill University 而且他原本是要做化学家的专家 但后来他成为了一个牧者 并且他在神学上造就了很多人 他的粗艺也很好 我也是其中一个受益人 其实我和他也有很多机会 曾经见过面 我和他聊过 但是 有一次他在他的讲道里面 他谈论到 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传道人 而不是走上一条 世界的人认为是成功的道路 做一个化学专家 其实在这个世界 其实是有很大的发展 化学专家 只是做一些不同的药品 不是的 其实他研究很多的 比如物料等等 都其实和这个化学专家 是有直接的关联 他就分享到 为什么他有这个改变 他说其实 这个改变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是由他爸爸 他爸爸叫做Tom Carson 他爸爸也是浸讯会的牧者 如果说到Tom Carson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他本身沿直于英国的 如果没有记错 他移民到加拿大 后来就成为了一个牧师 在他牧会的过程当中 他所牧的教会 全部都是浸讯会 他毕业的也是我以前所读的 这个安省神学院的前身 叫做多伦多浸讯会神学院 浸讯会神学院 Toronto Baptist Seminary 他的一生的事奉 其实都在这些小教会里面 但是他是很热冲于去教导圣经 教会不是大 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他都忠心地去将神的道理 去否释介绍传道给当时教会的信徒 有机会听到他讲道的人 他对D.A. Carson 他自己整个属灵生命的改变 就是潜移默化地在D.A. Carson的里面 去改变了他 只是为了原本追逐这个世界的态度 如何他最清楚介绍到这位牧者 Tom Carson 我觉得最值得的就是 D.A. Carson的儿子 在他的桑礼的时候 所讲的一篇罪述 而这篇罪述里面 也让我们看到 他的父亲如何影响他 我将这个篇罪翻译成中文 读一次给大家听 大家可以看看 改变一个人信主 人生的取态是怎么造成的 他这样说 当我父亲死那一刻 在医院的门外 没有大众的群众呼喊 也没有广泛的报章在报导 甚至电视也没有任何宣布 有关于我父亲的去世 而我父亲牧养的教会 是在屋泰华对面的 Hall Quebec 鄰近的国会大厦 也没有人去问过我父亲的死讯 甚至整个国家也没有任何宣布 有关于我父亲的去世 但是当我父亲正在医院病房里面 很静地睡在床上的时候 正如听到的声音 就是帮助他呼吸的呼吸机 但是最终我父亲也在这一刻停止了他的呼吸 因为他再没有需要了 在这一刻他已经有天上的乐队 为他吹起得性的好角 而且我父亲能够赢得 赞取到进入这个天国的荣耀的皇室里面 其中一个的成员 虽然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没有一个人去关心我父亲的死 但是我却看见我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伟人 是值得我们去尊重 而且他是一个被卸灭的基督徒 从D.Karsen这篇的分享里面 我们只可以看见一件事实 改变了D.Karsen成为一个神学家的人物 Tom Karsen他父亲 其实不是什么特别的大事 不是一些很灿烂的事工 不是一些被世人所追从的一种事奉成就 完全不是 只是对上帝那份的坚持 从他这段最后的 在桑礼里面对他父亲的益述 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人 他的人生有诸于内 仍诸于外 他只求上帝的说话 是按照上帝所交托的使命 完成将他传递 他就心满意足 教会大小从来不是他的考量 甚至他一路牧养的教会 都是小的教会 弟姐妹 我的重点不是哪间教会 不是那间教会大小是什么 而是当一个信徒 他的生命能够流露 在他表现平日的生活里面的时候 有生命的人就会受他感动 所以他的儿子D.A.卡神就是这样 然后将自己投身在神学研究 和全港神的信息上 从这段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马太、陈述元、施洗弱汉 他的衣着之后 马上告诉他 他的传逗结果 在第五节中 他说 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 都出去到约旱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从这段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施洗约旱 仍是一个这么不理想的环境 没有群众聚会的地方 或者没有群众聚集的地点 但却是造成了一个角面 透过他的衣着 透过他的侍奉 与耶路撒冷里面的宗教领袖 形成了对比 于是乎 从耶路撒冷 你没有看错 从耶路撒冷 和犹太全地 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 都蜂拥而至 去到哪里 去到约旦河的抗野 施洗约旱所处的地方 然后承认他们的罪 并且在约旦河里面受洗 弟兄姊妹 从这段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 施洗约旱河没有做任何 真是很宏伟的事情 简单来说 过着这么简单的生活 在一个不抗野的地方 但是竟然招聚了这么多的人 主动自己来 去到在施洗约旱的居处 约旦河的旁边 接受悔改了他们的罪之后的洗礼 留意 悔改了之后接受洗礼 这些我们稍后会再留意 会再重看 但是可以让我们看到 事奉的果效 其实不是有 那个人怎么造成 怎么安排 怎么设计 然后去做 因为不见那些在耶路撒冷 穿着华丽衣服 并且过日富裕生活的领袖 那些人是愿意认罪悔改 并且接受他们的洗吗 没有 马太在这里体会到这一点 让我们去看 原来一个人真正的信主 是完全借根于 在他们所相信的上帝 而我们作为侍奉主的人 也要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事 要视乎我们表面就显露出 我真正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 这种情况就是我所称为 实而不华的属灵生命 说到受浸这件事情 其实受浸就被我想到 在旧约圣经里面 这个人物叫做乃曼 乃曼他长了大麻风 他当时在以色列的以北 阿兰角里面 去做大将军 但是他幻了麻风 于全医的医不好 结果他发生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犹太人以色列秘佬 在宫廷里面 去服侍他的太太的 一个小女子 不如你去找一下 以色列的先知 他可能会医到你 他说这样说 有没有搞错 我堂堂阿兰的国家这么大 我要去求一个 我在欺负他的国家仔 没有 后来他太太真的要这样做 于是乎去的时候 他就说 好了那我也去做 老婆叫到 他去的时候 然后找到伊丽莎 因为先知 伊丽莎 然后叫他的暴人 和他传话 告诉乃曼 不如这样 你去约淡河的河 水里面洗澡七次 就已经好了 他听到之后 憤怒 我需要去约淡河洗澡 我在大马仕隔 那里的河不好吗 好水 那些水质也比你好 对吧 约淡河 如果大家今天去约淡河 看到约淡河那条河的水 真的挺脆的 但是 大兄姐妹 奈曼在这个情况之下 约淡河又跟他说 又不是叫你做什么大事 你去约淡河河洗澡七次粮 你相信就做一下 亦无商大 难事你都肯做 那么简单的事都不做 接着乃曼听见那些暴人这样说 好了都可以做一下 真是洗完七次 哇皮光玉玻璃 没了这个麻风瓶 于是乎怎么样 乃曼就亲自带着礼物 他就想送给 这个的伊丽莎 伊丽莎不守 伊丽莎说我做回上帝要我做的事 上帝要医治好你的 我就告诉你如何得到医治 就这么多 弟兄姐妹 当然这个故事还有很长 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但是从这段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知道 根据在《聂王几下》这段的记载 和我们所看的 这个施洗约翰所造成的结局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过 上帝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而作为神的仆人 也应该带着这份心智去侍奉 而不是透过侍奉神的时候 从中搞大他 然后将自己去抬高 做成一个自我抬举的局面 让人更多认识你 使自己变成受欢迎的受众 基督教最错的一点 跟今天的流行文化一样 要造成很多粉丝效应 找到很多追随你的人 将自己明星化 在这种情况之下 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值得去反思 上帝对我们的生命 如果有怎样的塑造 我们就应该用相称的 属灵生命样式 活在这个地上 我们不需要去做到哗众取宠 或者我们又不需要做到 是故意造作 我们反而只需要实实在在地 活出神给我们每个人 独有的设计和安排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一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 在这部分我们去看见 属神的子民有第三个特点 就是斩钉截铁直言不为的生命 所以我们最后一部分 我们会给大家看看 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 第三节 直言不为的生命 但在这段圣经里 基本上就发生了一件事 从第七节里我们记载 约翰看见许多法尼赛人和杀都该人也来受罪 在这段整个圣经 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里 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 我们看到的就是 当施世约翰看到一大堆 法尼赛人和杀都会涌起来 这什么人 在耶路撒冷做中教领袖的人 穿着华丽衣服 穿着富裕生活的人物 利用宗教的手段 可以呼唤他们的信众 能够按照他们的心意 而行事的一群人 但这群人都走来做什么 要去接受施世约翰的洗礼 但是从第七节到第十节里 施世约翰是做了一件事 是揭开这群人 凶动的仇洗意愿 So from verse 7 to 10 John the Baptist exposed the crooked empty mind of the Pharisees and the followers about the meaning of baptism 这群人来做什么呢 这群人来受洗 施世约翰马上就跟他们这样说 毒蛇的种类 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愈悔果的心要伤情 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阿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 吸阿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虎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坎下来轰在火里 在这里清楚地 我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和杀刀盖人 让他们去明白到 其实你们想要求的洗礼 其实是多余的 你没有听错 施世约翰马上直接跟这些人 在耶路撒冷 有大批跟从他们的 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有权有势 但是施世约翰马上直接跟他们说 你们这些人 所想的受洗 其实是多余的 因为你们的想法 根本就是空洞 一开始还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眼 毒蛇的种类去形容这些人 其实就是告诉他们 你们这些人是放毒的 在宗教的层面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 传道 其实传的错道等于放毒 传假道比不传道更可怜 结局更可怜 因为传假道的人 其实是毒害其他人 所以做传道的人 你不肯在上帝说话上 我劝你不要传道 如果你对上帝的说话 不忠诚的话 我也劝你重新去认识 上帝的说话先好信主 不要自己又不信主 但是又表现出好像很信主 也都口口声声成 将上帝的说话 念口网这样挂在后面 对不起 那种是其他的信仰 所造成的一种错觉 因为你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带领人 进入一个 死得更惨的局面 所以施体药行在这里 一指出的就是 这帮人的假冒偽善 你来信 你来受洗多余 你这样做 你以为可以来掩饰 你们那种虚偽的信仰吗 所以那句 谁指示你们逃避 将来的愤怒 债子也怎样 你的虚假的信仰 将来只有愤怒 降临在你身上 你以为来受洗 然后掩饰了 找一个全悔改道的目者 盖着你们 那你们就可以 将虚假的信仰 就包裹着 不少这样的人 有些人受浸 要找一个真正道的目者 去为他受浸 为什么呢 因为将来他要跟别人说 哪一个牧师受浸 说句老实 就算我这么忠心去传主的道理 在我手下受浸的人 我也知道这些是假受浸的 他最初要求受浸的时候 他做了前程狠切 说出来是很真诚的 但是他要作为目者 他要这样说 我没有办法 他要这样去展现他的属灵生命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 他说要受浸 那就让他自己接受一个死亡的受浸吧 所以有些叫浸死了 你骗我 不要紧 你骗了我去和你受浸 但是如果你根本不是真的信主 你根本是浸得多余 这个就是这段圣经里面 施石若翰对着这帮法尼赛人 和杀刀哥人所说的说话 施石若翰不只是谴责人 明知他错了 骂一顿 赶他走 不是 他给出路 他怎么说 第八字 他说 你们要结婚有一个果子 与你悔改的心相情 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 其实和之后他说到 有斧头放在树根上 如果你不结果子 上帝就会斩了这棵树 而且这棵斧子 已经贴近树根 随时可以斩 跟在前文说到 天国近这个主题一样 很逼近的时间 所以兄姐妹 从这段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 施石若翰毫不忌畏地 去向这帮人说出他们虚偽的信主 并且施石若翰还说出他们心中的位置 他们怎么说 他以为我们是由阿伯拉罕为我们祖宗 那我们的信 我们得救就十拿九韵 不是 得救与否 不是靠黏的 黏不了的 你以为你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就一定是得救 阿伯拉罕的子孙 有多少是不相信上帝 多不成熟 在抗野那里至少 有几百万 在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经文里面 告诉他 施石若翰完全不惧怕 而且更清楚说出 信主受证 这个次序 你一定要认罪悔改 相信主 然后才受证 这个次序不能改 所以这帮法尼赛人和杀赌该人 你们以为自己做了上帝的子民才来受证 用这样的方法包装自己 对不起 基督徒不是包装出来的 今天很多信徒 带着其他信仰的思维来信耶稣 其实就是错在这一点 用这些东西包装 教会有时在这些栽培工作上 也都是包装信徒 其实他未信主 根本包多少东西 都在里面是烂的 你有没有试过 找一块很漂亮的包装纸 包着一块面包 打算晚点吃 不记得了 就算包装纸过了十天八天 然后表面很漂亮 掀开包装纸 你吃不吃那块面包 里面面包又红又红又绿 我想我就不会吃 施责若翰直接说出 真正的信仰的重点 没有在这帮法尼赛人和杀赌该人面前 扭扭令令 阴阳痒痒痒痒 指出 你们如果没有悔改的心 就结不出悔改的果子 就好像施责若翰前文我所说的 他如果有更心信服上帝安排的先知位分 他就外表反映出 跟先知应有在旷野生活的应有相对的依着 第二方面 从这段圣经 施责若翰不只是停留在骂 不只是停留在针对 如何糾正这帮法尼赛人和杀赌该人的信仰出路 他并且怎么样 他进一步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今天我们在引言的时候说过一个问题 既然有人悔改了 教会有这么强调悔改 那我们还需要耶稣基督呢 对不对 人都悔改了 我们都说了人的罪有罪 现在都悔改了 那就好了 好事了 为什么还要有耶稣 接着他就从第十一、十二节里面介绍给我们看 究竟这位耶稣是怎么样 第十一、十二节这样说 我们一起去看看 他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 我就是给他提下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波机或者烧机 要扬剩他的墙 把墨子收在窗里 把康用不热的火烧尽了 第二部分在第十一、十二节里面 就告诉我们 主耶稣的能力是远超过确认悔改这个层次 施洗浴汉的事业 最多只能够借着洗礼去确认一个人的悔改的心 其实施洗浴汉比我们今天做牧者已经聪明了 看透哪个人真信主哪个假信主 耶稣给这个确认的层次更高更阔 不论施洗浴汉指出耶稣基督在各方面 无论在他的体能智能灵性各方面 都相对比施洗浴汉更有能力 这段圣经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比较 施洗浴汉和耶稣基督之间的两者分别 在这里施洗浴汉说我只是用水给你洗礼 他用了这个例子用洗礼去做一个比对 我只是用水给你施洗浴 只是协助你能够以行动确认你们自己悔改 对你的罪是愿意有一个改变 但是耶稣的洗礼就很不同了 耶稣的洗礼是怎么样呢? 是借着圣灵和火来为你们施洗 Jesus' baptism i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fire compared to John the Baptist, his baptism is just by water 大家知道我们用这个比较 马上就给我们看见 施洗浴汉其实他的洗礼 其实没办法去改变人 最基本的罪 只认定了你是悔改的人 你以外表肯作出一个表示 那什么叫做圣灵和火的洗礼呢? 相对只是用水 为什么用水不及圣灵和火的洗礼呢? 这个我们就值得研究了 水的洗礼在传统里面 水有一种洁淨的功效 或者洁淨的意义 或者一个人想得到洁淨 比如这个埃仙爱识利人 在当时第三个主流的宗教群体 他们就把自己搬到死海附近 组织了他们自己埃仙的社群 叫死海的信徒群 我曾经去过的 他们在那里天天洗澡 他们穿白色的衣服洗了身 来天天以抄写神的说话 来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甚至他们严谨得 一写完耶和华 The Lord 或者阿道奈 这个上等的名字 然后他就丢了笔 然后拿衣服去洗 然后洗澡才回来 再腾写圣经 严谨得如此 水的洗礼可以简单一点 是一个不永恒的洗礼 所以在死海古卷里面 这个社群也证实了给我们听 他们这个神学 其实某程度上是看到水的洗礼有限 水的洗礼只是显出一个人 他愿意凝聚悔改 但是圣灵和火的洗礼就很不同了 圣灵与火的洗礼 不要这么说 如果按照圣灵的洗礼 我们要参考旧的圣经 以西结书 Ezekiel 第36章25节至27节 或者39章29节 或者我们刚刚看完的约义书 Jow第二章28节 就说到圣灵的洗礼有什么特色 但是火的洗礼 其实是一种懲罚的意义 将一些不存留在永恒里面的东西 把它烧掉了 就像之前所说的 如果你们没有灰改的果子的话 你们这些树被砍了 并且马上轰在火里去烧掉它 而在这段圣经就说到怎么样 可以说到那些康 好像是没有用的东西 当耶稣基督将它分开 和墨子分开的时候 用得的珍贵的东西分开 那些康、墨皮的那些殼 就可以扔掉了 可以烧掉了 这是其中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 我觉得是更为之好的 就是 圣灵和火 其实两者都有一种 为义人和为罪人 同时有所运作的一个媒体 特别是针对信了主的人 圣灵是一个印记 证明了那个人有神的灵 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猜派这个圣灵 来与人同在 这个也是马太福音 第28章的主题 而火呢 是什么呢 就是帮助信徒 能够在他人生当中 他仍然会面对有罪的时候 火的作用就是为了 炼成的作用 把那些不好的东西 把它除掉 除灭 这种解释 也可以按照以赛亚书 Messayer 1章25 和 薩加利亚书 13章9 和 马拉基书 3章2-3 有这样的记载 圣灵和火 原来有一个互为的互动 关系 如果你是不能够 除掉罪在你的生命里 火就将这些东西全部消灭 但如果你的信徒 有圣灵内住在你里面的时候 这个火就成为你更加煉静 符合上帝的属灵生命 所以特兴之末 我们看看 施洗浴汉对于这群的 法利赛人和 杀刀该人 斩钉截铁说话 这些话 什么人都能听 不是收盖来说的 是公开来说的 并且他要告诉他们 我这个洗礼 是有限的 这个功能 你如果连这个有限的层次 都做不到的时候 你还要在将来 要接受耶稣基督的 圣灵和火的洗礼 你更加过不了关 明白吗? 弟兄姐妹 他这个说法 其实不是拦阻他们 是将真正的事实 熟灵的事实 我现在介绍了给这群 法利赛人和杀刀的人 知道 我们有机会去看到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属灵生命 有这样的主的风度 在这个世界里面 凡是我们今天作为信徒 染染痒痒痒 被人把自己包装得很神圣 无肩不吹 我们好像信了主之后 我们好像超人 不是的 我们仍然是需要接受耶稣的圣灵和火的洗礼 回应在引言的时候 我这样问到 没错 人可以有悔罪的机会 并且甚至可以因着你 认罪悔改 而有这个借着洗礼去见证 我们的生命 好像施洗药行的外表 反映他内类的属灵生命 对上帝的信服 但是 这个也只不过是整个救恩的一小部分 没错 救恩的灵生命 其实不只是在悔改就停止 救恩不是因为人的悔改就成就 听清楚这句话 救恩不是因为人的悔改而得以成就 灵生命不是因为人的悔改而得以成就 灵生命不是因为人的悔改而成就 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他的来临 带着一个君尊的生命 来拯救他的子民 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特点 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都是讲这一点 所以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是要成就救恩 而我们作为愿意悔改的人 只是踏上救恩的其中一环 如果你连悔改也没有 就算耶稣的成就整个救恩 你又有什么机会呢 耶稣的角色就是将我们 和上帝重新连接起来 让我们可以和上帝同住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圣结生命的人 你又如何回到圣结的上帝里面和主呢 即是你是可以回到上帝里面 但是你带着罪的生命 上帝都会将他用火去清灭 明白吗?弟兄姊妹 所以救恩是需要耶稣完成的 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利临 传到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热后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 而施洗约翰就在这个时候 将整个这个神学陈述了出来 请经文 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有没有像施洗约翰一样 有一份神子民应有的风度 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施洗约翰只不过是耶稣基督 在他侍奉之初 为这位军王铺回这一条 进入到他的王国里面 他王城的这条道路的主要人物 但真正要成就究竟 是这位王真的能够进入到他王城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就回到耶路撒冷 最后四着十字架上去 并且三日后复 弟兄姊妹 从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 上帝 以及圣灵 如何互相成就这个救恩 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把这个主旨提出 而且不断看见 原来耶稣基督的作为 就像《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事情一样 一步一步带我们回来看 原来是有整个计划 而我们作为其中一份子 即是像马太一样 参与其中 同样需要完全信服上帝 并且安心在上帝所设计的情况 在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 在流露的过程当中 而且直言不为地 向这个世界沉述 你和我愿不愿意参与这份工作里面 也都拥有了这份主的风道呢 让我一起同心吐过 本尚多谢你给我们 在这这么丰富的圣经里面 有这么多的学习 施首约翰的见证 他的侍奉 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所谓的信徒 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中 有很大的提示 求你帮助 让我们不要调入在 那些之后 在这包装的信仰 让我们的信 能够真是 可以过得到上帝里 求你的帮助 要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真正流浪出 上帝里的轻香 求你的圣灵 有同我们 我们同心地祷告奉靠主耶稣 得成年之后 阿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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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